邓宏律师联合多位资深的美籍律师和专家顾问 受理各类联邦和加州刑事案件 二十年来从保释到出庭辩所 为华人提供最专业的辩护服务 邓宏律师联合全美各地最知名的人体伤害诉讼律师事务所 受理重大车祸事故 各类人体伤亡事故的理赔业务 为客户争取最高的赔偿 邓宏律师事务所 全力以赴 距离力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这一集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车祸常见的一些案件 跟处理一些程序 要注意一些事项 其实我们从美国开始学车 到将来以后老了 坚持不开车了 一辈子可能有四五十年的开车 四五十年里边根据美国的统计的话 人的一生之中在美国生活的话 可能会遇到4.6次交通事故 有的是少的 有的是严重的 所以交通事故变成美国人体受伤里边的 一大部分的案件 根据所有这些案件 我们可以分成六大类的导音 第一类常常的话就是超速和造成的事故 以后超速的时候没法控制 所以为什么每个州 不过在学校地区 它有特别的变成25迈 在乡业地区 因为人性比较多 另外一类案子导音的话 就是闯红灯 有很多时候大家赶去一个地方 appointment 赶去学校 赶去上班 以后闯红灯了 有的时候的话 所以为什么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有所谓defensive driving defensive driving的话 就是说你要防御性的 你第一个在红绿灯面前等的 你要假定对方的话 左右的车子可能会闯红灯 以后这种部分 它要做好防御性的开车很重要 第三类里面的话 就是现在在最近的几年发生的 就是25%的案件 车祸案件都是因为打电话 发短信这种发生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州 就是禁止以后民众开车的时候发短信 以后你真的要讲话的话 是one touch 你只能是按一下子 就是透过Bluetooth蓝牙 开始接通来的讲话 不能够拿着手机 一边开一边开车 或者一边发短信 这些的话也是非常多的事故 是因为这对事情发生的 第三个的话就是开车的时候分心 一边的话跟朋友聊天 以后一边的话吃东西 或者是低头看东西 这些东西destruction很容易 就没有专心开车 还有一类的话是醉酒加车 喝醉酒以后发生了事故 其实虽然美国统计里面的话 就是喝了酒22次开车 再有一次被抓到 但是的话如果是一次发生事故的话 往往是属于致命的 在重大的死亡事件的话 40%就是因为对方是醉酒加车 所发生的事故 所以这部分的话醉酒加车也发生了 还有一类事故里面 就是没有样道 因为加州很多州都是规定 如果是行人就算的话 他违规在马路上过马路 你都要停下来 所以很多民众的话就说 反正的话这个这条路很急 也没有斑马线 所以就是直接的话就开车 高速的开车 超速的情况之下 万一别人违规 违章的到了你的马路上面 砸进去了以后 但是来不及刹车 又造成了车祸事故的发生 所以这六大类的话 就是往往事故的发生 当然的话就是说 常见的事故也有四大类 最常见的话是追尾了 以后的话你开开车 后面砰一下子 后面刹车过来 为什么的话 对方有可能是看手机 或者打电话 以后的话没有看到 你的车子停下来 后面撞上来了 这种追尾案子的话 凡是事实的案子 车祸的都是re-ended 追尾事件 另外一种的话是迎面相撞 同样的 因为你开车以后 对方闯红灯 以后的话这种情形的话 对方跑过你这个马路上来了 你来不及阻止 或者是行人走到你面前的 你迎面撞出去 这种head on collision 也常常见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蓝腰被撞 这类案件的话就是说 你看到了绿灯 你要直接走 没想到对方的话没有看到这个红绿灯直接撞过来 蓝腰撞到你的车子上面 这类案件也是非常致命的 为什么前面撞的时候有airbag可以保护 但是往往侧面的很多车子是侧面没有这个airbag来保护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撞的时候有可能会滚动 这个部分 所以说带安全带非常重要 还有一类常见的就是我这个车子要左转 以后左转到的时候的话 前面这个看到前面没有车子来了 要左转的时候没想到前面的车子冲过来了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或者是你已经进了这个intercession里面去了 以后他发现了灯已经开始变黄了 以后你看到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 你要转过去没有想到的话对方还是黄灯 他要冲黄灯就是撞上来了 你一转过去 所以这类案件里面的话就是左转经常也会被撞到 也是因为的话一方面要左转的人士 误以为我的灯已经是变黄了 很快要变红了 我一定要转以后 我忽略了这个前面的车直来的车子 根据交通法里面的话 就是说你左转必须要让道给前面 直走对面直走的车辆 当然有很多类的话 尤其在加州20%的驾车人士都没有驾照 也没有保险 在40年以前 加州规定每个人都要买责任险 最低是一万五三万 那时候的汉堡包的话一个是四毛九 现在汉堡包的话一块四毛九了 所以已经成倍的增长 但是的话加州的最低的责任保险的保费 还是一样一万五三万 以后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一个是修车一下子的话 就不止了 以后这个部分你住院一天的话就是要一万块钱 所以对方的话只有一万五的话 那你将来的损失就没办法赔偿的 所以现在的话加州政府还有很多地方都要求 驾车人士要购买这个UM UM就是万一对方保险没有保险 或者是对方保险不够这种情形的话 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要赔偿你的损失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这UM的费用并不贵 并且你购买保险的时候 加州政府一定会保险经济也有这个责任给你讲 你最好买这个UM保险 在对方没有保险或者是自己保险不够 对方保险不够的情况之间 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可以赔你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就是民众应该是花这个钱购买这个UM的保险 另外一方面的话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最重要一点的话是要找保险来保住 因为在美国有一个法律 就变成所有人都互申服了 这个就是破产法 破产就是说可以将所有的债务的话清除掉 无债一身清 他就算宣布破产 他可以拥有车拥有房子 所以我们常常很多客人误会他有房子 但是你能拿得到吗 拿不到他的房子 因为有破产法的保护 所以保险很重要 所以保险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驾车人士的保险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驾车人士有保险之外 还是可能不够 这种情况下看车主 为什么有的时候车主的话也有保险 好像尤其是很多小孩子开车 父母的车子 以后车主保险可以 还有一个房屋的保险 看看有没有 还有一个看看他是不是 给公司去跑路 去送到邮局去 或者是给公司送货 这个雇主的保险 看有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就是说 你要知道 有了保险你就有赔偿 很大的几率 但是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他还有保险不够的话 那你就非常倒霉 又为什么 就算对方有房子 你要告他 要拿他的房子 未必能够拿得到 所以为什么很多律师的话 都是说不愿意接你的案件 因为他说 你受伤很严重 但是对方保险的话 只有一点点 他对方的话 也没有说 有其他的房子财产的 只有他自己一栋房子 以后你告进去也拿不到钱 另外一个的话 看看自己的保险 自己保险里面的话就是 就是说一般的时候你买保单的时候 最好要买这个medicall medpay 就是说万一对方撞到你了 你先可以用这个medpay的话 来付自己的医药费 还有一个的话 购买这些un保险 这个很重要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很多时候就发现 我是左转 但是对方的话可能是直走 但是是我受伤很严重 这种情况一般的律师说 你没有办法了 但是如果你是有骨结了 以后残废了 以后虽然对方的话 这个你是没有让给直走的车子 你有84%你的错 但是对方可能没有及时刹车 在加州里面 这个叫做按照比例的赔偿 所以很重要一点 并且还重要一点 是这个警察报告 以后的话 他不能够作为成人证供 所以警察报告写的话是你的错 并不表示你就是你的错 所以很多时候 要收持证据非常重要 收持是对自己有益的证据 好像的话 看看路边有没有人 有没有能够替你作证的 能够指出的话 对方直走的时候超速了 以后的话看你后面的车子 还有他前面的车子 跟他一起的人已经停下来了 以后为什么他这个车子还冲过来 就表示的话 那个灯他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 他有一定的错 因为他20%的错 你受伤很严重 那就要为你的很受伤的部分承担 20%的责任 不是说完全因为你的错 就没办法了 另外一方面可以请专家来重建现场 这些的话都可以 还是一样 所有的人体相害案件 都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责任归属 第二个是赔偿 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单元 我们就是怎么样证实责任 怎么样子证实赔偿 也做了强势的解说 看完这些纸以后 大家不妨去看看另外其他几支 怎么证实对方有责任 还有怎么样子证实自己的损失 非常惨重 谢谢大家收看这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 请按赞或者是分享 如果你想收看更多邓宏说法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